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们开始上课 今天请各位打开 近代的第二个部分 今天我们讲到第十四章 从战前到战后 高度经济的成长期 这个部分 我先做一个背景的一个说明 大政天皇他在位非常短 大概十五年就结束了 相当的短 他在1926年的时候驾登 之后就由皇太子玉仁来继任天皇 就是后来的昭和天皇 那么大政 我们从明治大政一直谈到 今天要讲的是昭和整个过程 在日本其实都有碰到一个战争的时代 在战争的时代 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 我们来谈它的日本文化史的发展 那一直到1945年 算是一个战争的结束 1945年的8月15号 昭和天皇宣布无条欠投降为止 那日本面临到一个新的局面 就是由麦克阿瑟将军主导的一个 以美国为首的这个 怎么讲 如何善后日本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最后当然是保存了日本的天皇制 那么昭和天皇有没有罪 当时没有定他的罪 这中间曲折相当的多 他自己也愿意扛下战争所有的责任等等 因为去年有一部电影就是在描述这个 各位如果有机会去看 有没有人去看呢 大概就比较清楚 整个过程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各位提 Nadio后首大概有八九十年的一个历史 那战败的时候 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那1945年战败结束以后 到1953年短短只有八年的时间 日本就投入了一个叫テレビホソ 就是NHK就出现了 NHK是日本ホソ局的一个简称 日本ホソ局简称为NHK 那是在1953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从只有听一直到不但有视觉 而且有听觉这样子的一个时代 同时在经济的成长也开始慢慢的出现了 当然这当中在1973年到1979年碰到一个所谓的Oil shock 是石油危机 那么各位回想一下 台湾跟日本的断交是在1972年的9月间 离现在其实是已经经历了42个年头 那么刚好台日断交之后的第二年 日本就在经济成长的过程里面 发生了一个所谓的石油危机 那个时候经济有点恐慌 一直到1979年 这时间拉得非常长 大概有将近六年左右的时间 我记得当时我看到一个电视的画面 就是很多这个日本的观光客跑到台湾来 各位可能很难想象 你知道他们回去带什么回去吗? 带卫生纸回去 在日本买不到 所以他们来台湾上飞机的时候 近个人的在台湾能买多少 能带多少就带回去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奇迹的那个现象 你很难想象 Oil shock里面会跟那个 我们日常生活的卫生纸有关系 其实不止很多这些东西 在我们日常生活上面都影响出来 那当然在文化方面 所谓的昭和文化有它的成熟的时期 特别是在1980年到1990年代 所谓的泡沫经济发生 景济非常的好 我也刚好搭了这一部列车 1984年到九州大学去留学 我回来的时间是1992年 所以这段时间呢 我在日本留学的这段时间 刚好是所谓的Rabricade 他们是非常景气的时候 那泡沫经济其实在1990年 后面就开始衰退了 那一直到今天爬不起来 这个是日本厂观学界死掉未及的事情 因为他们总认为五年最慢十年 大概就爬得起来 可是各位如果从1990年来算 泡沫经济瓦解以后 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十四个年头了 这十四个年头里面 日本的经济一直没有好转 这是一个世事 那么1989年 1989年刚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 这个也是刚过而已 中国大陆发生了六四天安门事件 就是在这一个年发生 当时我也在日本 只是1989年的6月4号 朝和天皇驾崩好像也是在六月左右 我忘记了它是什么时候 那之后改成了平城这个年号 一直到现在应该是平城有26年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今年是平城26年 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 因为那一年这个我小女儿诞生 六四天安门的时候 应该是预产期已经过了 可是它还没有出来 我们一直在等的时候看了电视 然后电视每天报道的就是六四天安门的事情 那个时候非常严重 整个国际局势来讲非常紧张 大家也谴责了这个中国政权的一些暴力 死伤了蛮多人的 那么因为当时也是算是一种学生运动 那么要把它压制下来已经是太慢了 所以压不下来 压不下来 在中国大陆他是用非常强硬的这个手段 去处理这个事情 那么导致世界很多国家反弹 对于这个民主化是倒退了 所以昨天前几天吧 大陆为了向世界宣誓 他们要迈向民主的国家 成立了一个天安门民主大学 各位知道吗 各位知道吗 可能你们还不知道前几天的事情 前几天的事情 他在网路上有把天安门民主大学 已经成立了 就是说大陆也希望逐步迈向国际社会 对他们要求的民主的一个国家的方向去努力 那么在这个从昭和到平成的转移过程当中 日本人的生活文化也产生非常重大的一个改变 中间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叫media 媒体 这个媒体其实很早 早在其实本系的Sijimoto先生 他是从德川时代就开始认为媒体这个东西 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发展 到了现在这个媒体更产生对我们周遭的影响 对人类这个不只是对台湾人或是日本人 对整个人类产生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媒体 那在台湾也是之前我也讲过也就是1987年 这个解言 就是戒言令解除解言之后 我们台湾开放新闻媒体的自由化以后一直到今天 无法收拾今天的媒体实在是太自由了 你要讲什么就讲什么 甚至于大言不惨 或者是有没有证据都不知道 只要打一个问号就好 好像就脱离那个法律的这个责任 你看看那个媒体的跑马灯 可以什么什么很大言的写 写到最后他打一个问号 那么你要去追究他的责任 他是说我没有说一定 我上面打个问号你没看到吗 可是他已经达到他想要诉求的那个功效了 就在这种截固里面去做文章 我觉得有时候误导视听 那这个怎么讲 遥言止于智者各位要如何去判断 可能自己必须要先做一些功课 做一些客观的一个判断 会比较好一点 那这里面还有很多就是像演劇 还有一个Review 就是讽刺现今社会这样子的一种句子就产生了 在日本东京那个Asakusa那个地方开始有了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上一堂课 就是我们提到的所谓的无声的电影 也慢慢演变到有声的电影的这个方向去走 那Asakusa那边有很多早期历史比较早一点的电影院 早期的电影院大概有二十几家 从那边开始发迹了 文学的活动当然非常的兴盛 当然过去一直都是无产阶级的文学 演变到所谓的modernism 近代过程里面的一个文学开始出现了 那在战前尤其是在1931年 那个时候可能是日本跟中国的东北正在战争 跟俄国还有这个东北在交涉的这个时候 他们的战争如火如荼的展开的时候 这个军国主义抬头也影响到文化上的一些发展 那这些文化上的发展大部分是在思想方面 比如说讲宗就是你对国家的天皇组织 就是要禁宗这个宗 所以当时有一个宗拳Hachiko 有没有 这个念日文系的人大概在初几日语里面会出现 有一只狗非常的忠诚 主人没有回来 他就在那边等到死为止 这个Hachiko的一个铜像现在还在 应该还在渋亚铁的前面 这是表示当时一种忠君爱国的精神 在无形中其实是反映出来当时时代的背景 1937年太平洋战争之后到1945年战争结束以后 这个所谓以金国主义色彩挂帅的日本文化史 也不断的出现了 这个除了政治以外 在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的一个层面 可以说是影响非常的深远 那军国主义的教育是一块 这个教育里面当然反映的是希望 提到前面讲就是思想能够配合国家的政策 所谓其实一连贯的从明治开始的 那个三崩八十里面的所谓的富国强兵 这样而来 那么电影文学也受到战争的一个影响 那1945年8月战争结束以后 也开始提出一个政治跟宗教是不是可以分离 叫做政教分离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么政教分离以后大大的又影响了后来的 日本文化的一个发展 比如说战后大家对于民族主义 也就是在大政时期所提的那个democracy 这个东西再开始回顾再开始扩散 另外因为战争结束了 大家希望过了稳定的生活 最向往的当然就是经济的一个发展 所以再开始注意到这个经济的一个发展 那这个经济的发展里面 除了国内的因素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要素 这个要素就是1945年这个战争结束了 可是1955年各位印象里面还有很深刻吧 发生了这个韓战 韓战 这韓战的过程几家欢乐几家丑 对韓国来讲又陷入到一个战争的泥沼里面去 可是对日本来讲 他却是制造了很多东西 因为他战争已经结束了 所以这些东西可以出口卖出去 本身又没有战争 然后制造了很多产品 出口去赚万费 慢慢的就把日本的经济一点一点的提升了 比如说这个时期 电视、冰箱、洗衣机 他们称为三神器 就当时如果日本一般的家庭能够有这个三神器的话 那就很神器 很了不起 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很重要的电器用品 我们可以看电视 我们有冰箱 这个我们有洗衣机 下面我们再看 在电影方面其实也是开始这个百家争鸣 百发齐望 有很多的素材 战争的、恋爱的、社会的、写实的、或者是虚构的等等 很多体材开始出现了不同内容的一些电影 而这支电影出现了以后也带动了一些导演 他们在事业上创造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成果 那另外就是Anime Anime这个也出来 动画 动画也出现了 这动画里面当然也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 算是文化的一个表象 那还有Owari Group Owari各位知道就是搞笑的 搞笑的这一些这个明星一个一个出来 后来他们就去组织グループ 以グループごと在这个演艺圈里面开始展露头角 大概是这样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流行的一个所谓カヨー曲 这个カヨー曲 比如说他们有这个每一年都有那个レコード代表 唱片看似今年这个他有分种类 然后每年挑选一个最有人气的一首歌跟一个歌手 那所谓有人气大概就是说 以你的那个レコード卖了几张大部分来算 比如说有人气的可能卖了超过一百万张 这个没人气的可能只卖了两万张等等 来做一个评比 那么这个也带动了一些在娱乐的文化史上面的一个发展 那1980年代因为是所谓的泡沫经济 算是一个安定的一个成长时期 所以当然在文化的这个传播上面 那个人口 人啊活跃的人一直往年龄层一直往下 就是越年轻的人他是越活跃的 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 当然也出现比较负面的比如说那个Yanki文化 就是年轻人的这些文化 像那个暴走族也是在我留学的时候经常遇到的 那很恐怖 他们都是重型机车 在日本的法律很早就规定250cc以上的机车 是可以上高速公路 所以尤其是三晶半夜的时候 你如果听到那个Bosodok一定会帮你吵醒 连我这个不怕吵的人都会帮你吵醒 因为声音实在是太大 而且很长他们那个Bosodok一出现的话 幾十台上百台都有 而且他们都在晚上出动 为什么 他们要飙车晚上车辆少都晚上出游的 那警察有时候其实也抓不胜抓 黄不胜抓 那么这个是年轻人的另外一种玩滑 那么这个不景气来了以后 这些情形慢慢的又消失了 大概整个过程就是我提的这样子的一种状况 那么我们给各位看一些影片 再来复习一下 刚刚我讲的一些从战前一直到战后 那日本所谓Shenren这个言葉 就是1945年以前叫做Shenren Shenrenren就是1945年8月以后他们称为Shenrenren 日本人经常他有一个讲话的一种习惯 他不讲你是几年出生 笼统地讲的是Watashi wa Senrenren umare Watashi wa Senrenren umare 我是戰前出生 我是戰後出生的 所以那個1945年對日本來講 是烙印的非常深刻的一年 比如說現在6月了 7月、8月 到8月的時候你們可以看到日本 這個戰爭已經結束了六十幾年了吧 可是這六十幾年來只要到8月的時候 他們都在回顧戰爭 檢討戰爭 所以到8月的時候你看所有的電視 還有電影重播的都跟戰爭有關的 那個比例很高很高 所以戰爭這個事情對日本來講 給他們很大的一個影響 那麼戰前的時候 庶民的一個庶民の街 主要浅草也許各位也去過 是一個花季比較早一點的地方 如果以台北來講大概就我們的萬華 像我們的萬華這樣的一個地方 庶民文化比較特殊的就是說 其實他們像那個彈珠台等等也打麻將 日本的麻將跟我們不太一樣 可是日本的這個麻將鴨到處都有 我也去過 晚上剛好幾個留學生好像去東京開會 到了時候我們是搭那個比較便宜的 雅庫列車 去了以後沒有住旅館 不知道去哪裡 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那個時候還沒有很conveni 或者是24小時的店很少 24小時的店有的話 找來找去就是麻將 就是那個麻將的一個可以玩的地方 我們就大膽的幾個人就進去 去體驗一下 所以Asakusa是它一個指標性的一個地方 尤其是電影這個部分剛剛已經講過了 還有小攤位林立 各位如果去那邊 你會看到那個Asakusa有一個 叫前草寺是不是 Nakamise 那個地方走進去非常的熱鬧 那麼Leviu這個是畫文 就是諷刺時事的一個舞台劇 十九到二十四季就已經開始流行 在其他國家 那麼在日本它算是比較慢的 昭和時代初期又開始有少女劇團來做表演 那Takaratsuka我想各位都知道 成立1913年 大政二年的時候 這是跟板吉的集團是有關係的 板吉集團現在也進到台北來 在那個台北市政府那附近 有一個板吉的百貨公司 各位如果去關西的話 我建議各位有機會去看一下 好像去年有到台北來表演是不是 今年還是明年還要再來 還要再來 因為上次來好像表演的場次不是很多 一下子就被這個買光了 我聽說還要再來 大概最近應該是今年 最慢應該明年初就會再來 在這個Takaratsuka這個地方 要去其實你們從梅田那個地方 搭那個往Takaratsuka的電車 一下子就到了 可以去看了 那麼當然它這個有規定是未婚的女性 但是是不可以結婚的 你一結婚 你就必須退出來了 非常嚴格的一個訓練 那但是能夠擠進去的人 老實講最後他在演藝圈裡面 大概都佔有一席之地 因為他真是精挑細選 要進去其實很不容易 它是一個很特殊的一種文化 另外還有一個字 瓦萊雲奧谷 那也是在這個淺草公園這個地方 看這個圖片雖然是比較舊 但是它是有名的一個歡樂街 但是因為那個戰爭的關係 這個日本經常碰到有緊急狀況的話 他們都會呼籲大家自粛 自粛 然後慢慢的 像這種這個就不可以 在非常時期的時候就不可以這個太過於煩惱 像中國大陸現在也是一樣 習近平政權他們是下令 奔大吃大喝 我甚至還聽說這個你去唱卡拉OK都要小心 未備現在都可以用攝影拍照 然後日本 中國大陸現在是鼓勵 這個命名檢舉 非常恐怖的 只要檢舉是事實的話 就算是黑寒恐怕也有效 都會處理的 那你的慣位越大你就觸大招風 就越容易被檢舉後遭受到波及 所以我三月的時候去中國大陸 我到了長春去演講 完了以後到西安 完了以後到敦煌 又回西安 再回台北 這整個過程裡面就聽到他們老百姓怨聲載道 就是說第一個他說 徐老師 我們沒有辦法帶你吃高級料理 因為隨時會被人家拍照 那就是吃一般的料理 然後也不能去唱卡拉OK 也不能太奢法等等 他說我們小庶民還好 可是那個大飯店幾乎有的都快倒了 娛樂的場所也幾乎沒有生意了 所以影響層面非常非常大 這個很難拿捏啦 那大概習近平政權他要做了兩件事 大家都很支持 第一個就是把貪污的人全部抓起來 繩之以法 這個他的支持力達到90% 這個是在一般的民主社會的國家裡面 是不可能支持力有90%的 他所謂是90%是說支持他抓壞人 貪污的人這樣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這個怎麼講 那個支持大家不要太奢華 可是那裡面有一個卡克沙 日本話就是卡克沙裡面就是差距很大 裡面包括貧富 就是有錢沒錢的這種差距 在中國大陸也越來越大 這個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事情 因為貧富差距太大以後就是會出問題 早都已經講過 其實孫文早都講過了 中產階級的百分比大概有七成左右 這個國家會比較安定 所以我們回想一下 蒲警惠韓國的總統 他在候選的時候提出一個競選的口號 就是說你如果讓我選上 在我的任期裡面 我要讓中產階級的人數達到70%到80%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可是也很難吧 他的支持力一直在下滑 好 那下面當然就是有一些 這個時代的一個文化發展的一些人物 比如說這個小三內勳 他是推動新劇運動的 創自由劇場的一個人物 這個在竹地的一個小劇場 那文學方面有像這個無產階級的文學 就是要求階級自覺描寫情感和思想 這樣的一個訴求 那麼也創刊了一些這個作品 那無產階級的文學的代表 是小林多喜二這個人 他因為他本身敘述了窮苦的這個勞工 遭受到壓榨被迫的這個故事裡面 那得到很多這個讀者的一個迴響 所以他的作品應該是相當的成功 被翻譯了很多的語言的這個版本 可是最後也是被虐殺之后 還有新感絕派的文學 這裡面大家你們可以看的 最有名的是傳統康城 其實這些人每一個都非常有名 這些人創了文藝時代 就是新感絕文學這種另外一個學派 主張文學的革命 那否定傳統詩小說的現實性 強調獨立性的這個文字表達 這是他的當時代的一個特殊的一個訴求 無感絕派的作家 大概以傳統康城是一個代表 那他是日本人第一個得到諾貝爾獎的文豪 我也講過他曾經到我們臺灣大學來演講過 那最後他在1972年的時候在家裡面自殺 他為什麼自殺現在還是一個名 不知道 非常湊巧 1972年剛好是台日斷腳那一名 Modalism文學的代表作家 錦虎純偶 處理作《山椒魚》非常有名 描寫人生哀愁的一個景象 那麼戰後也就是1945年以後的作品 有黑色的魚 這是ユークシラレティ 大家都知道的 描寫對這個核子炸彈爆炸以後 這個對人類 對日本社會人 嚴響太深遠 然後民眾怒吼的一個聲音 他用這個現代文學的表現 把他描述出來 那還有一個是Hori Tazo這個人 他是積極的吸收化國的這個心理主義的思想 而且融合於日本的古典 創造出具有獨特性的一個文學 他是另外一個比較有名的一個作家 Aktagawa Ryunosuke的學弟 那也發表了很多他自己的代表作 這是戰前的文學 那另外我們再看到就是說 戰爭還沒有結束 也就是說戰時中 也就是說 戰爭中 戰爭的日本文化是如何發生的程度 戰爭中 這樣子的一種描述 包括軍國主義的時代 還沒有結束的時候 另外一個是戰時下的生活 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是如何 另外提到戰時下的文學 我們知道東條英姬 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個代表 在1941年到1944年擔任首相 在任內他策劃偷襲珍珠港 引發美日太平洋戰爭 那麼在塞班島之意淪陷之後 持去首相的職務 塞班島的戰役死傷的人數以萬計 美軍也好 這個就是聯軍也好 或是日本軍隊 軍人也好 死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最後他淪為二戰的一個甲級戰犯 戰後被處以僥刑 這日本話叫AQ-Sanban 叫A啦 ABC的A AQ-Sanban A級戰犯 總共好像有 如果沒有記錯 有23個 有23個 這些人就是最後雖然被僥刑而死 但是後來都被供奉在 靖國神社裡面 因此從韓國 從中國 曾經被殖民的角度 但甚至從臺灣也是被殖民的角度裡面 這個認為尤其是現在的首相內閣 到靖國神社去參拜 就是承認軍國主義 希望軍國主義再復甦等等 這是從中國的立場來講 從被害者的立場 從韓國的角度來講是這個樣子 但是他們後世的日本人 他們不認為是這個樣子 所謂A級戰犯 那是美軍聯軍的 或者是這個中國或是韓國 這樣的一個立場不同的看法 在他們來講應該是這個國家的英雄 因為沒有他們 沒有今天的日本 所以他們去等於是說到我們的忠烈池裡面去參拜 有何不可 那這樣子的一個認知不一樣的意見 其實在從戰爭開始以後 從A級戰犯納到這個靖國神社開始 然後他們有人去參拜 一直到現在爭議都不斷 並沒有平息 這個講到東條英雞 所謂的A級戰犯 我在講一段歷史給各位聽 就是後來 所謂後來應該是在最近的五年 或者是六年前 不久 不久 應該是五六年前 正式的時間我忘記了 日方公佈了一個珍貴的資料 這個資料是蔣介石的手抄 手冊 也就是說我們都有提出有沒有 比如說這個手冊 就是寄一些自己的小事情 雜事 行程那個 公佈了這個手冊 是蔣介石親筆寫的 當然是他自己平常在用的那個手冊 公佈出來 公開了 當然這個資料很早就有了 只是沒有公開而已 公開出來以後上面寫的A級戰犯 他不是寫A級戰犯 他是寫說 當時包括侵略中國這一些 所謂的軍事的頭頭有罪的有哪一些 他自己做了這個筆記 張三李四王五 當然裡面有東條雲記 這個筆記的公佈裡面有寫的說 筆記是在什麼時候寫的 筆記是在這一些二十三個A級戰犯 被絞刑而死之前就寫了 所以有一個說法是說 其實是蔣介石提供給聯軍說 這二十幾個一定要判刑 可以做這樣一個聯想 因為那個手冊上的東西寫在先 而曾慎的除死是在後 可是雙方的名單一比對是吻合的 那麼就能做這樣的一個假設性的一個推測 這個也讓各位了解一下 那上一次我跟各位提到 我們上上一堂課有講到那個德護書峰 他的思想轉換裡面 他也是對以後來變成 寫了一個叫大日本膨脹論 有沒有 那麼大日本膨脹論以後 後來他也有一些想法 本來從很平民主義民權主義訴求 很溫和的一個人 後來變成非常激進的一個擴張主義者 最後其實也被類成A級戰犯 他曾經被抓起來 那最後他是稱病 應該也不是稱病 他可能實質上 實際上他是當時身體是有狀況這樣 拿出了證明來 後來讓他脫罪 讓他脫罪 他曾經被軟禁了一陣子 就是他好像活到九十幾歲 就是在這個年邁即將 終老之前的時候 曾經有一陣子 其實也被列為這個A級戰犯 最後他當然就無罪 所以他無罪以後 他自己就自己把所有的政府的民間的 給他的所有的名譽 他全部放棄的放棄 講回去的講回去 然後最後講了一句話說 我這一輩子有德護書封這一號人物 請所有的人把我忘掉 就到我死為止就結束了 請忘記我這個人的存在 他的意思是這樣 在暫時下的日本的生活 飲食跟穿著相當的樸素 那麼時間也短縮 然後送往迎來其實也盡可能的節儉 那麼像現在其實NHK每天早上 大概七點四就播了一個連續劇 現在其實就是在描述 那個戰爭時期的那一段情景 男子年滿十九歲就要達到徵兵的年齡 那這個時候家中的女性就會縫 準備一塊紅布 布以紅線一人一針的方式 縫製成為千人針 這個千人針是為甚麼 給這個男小孩子作為祈福之用的 就是說希望他去當兵能夠平平安安的回來 所以在戰爭的陰影之下的老百姓 或者是軍人 尤其是年輕的小男生 這是生不逢死 如果你碰到那個時代你只好認了 媽媽難道他願意讓你去當兵嗎 不是 但是忍痛讓你去 我們臺灣有很多有錢有勢的人 都讓男孩子小男孩逃兵你們知道嗎 逃兵的結果大部分十之八九 沒有到家破人老 可是到最後都以離婚收場 以離婚收場 為什麼 就是媽媽帶著小孩子出國啦 不要回來 他會算好 幾歲以前你只要回來就是抓你去當兵 爸爸要在那邊賺錢啊 沒有辦法去啊 媽媽你帶著小孩去 而且男生一出去以後就出狀況了 蠻多的 那當時逃兵的人其實很多 有本事的這個高官的子弟 幾乎很多人都沒有當兵 現在要查還查得出來 好 下面 暫時下的文學在1937年中日戰爭之後 太平洋戰爭又爆發了 那麼政府在言論上統治越來越因果 就是戰爭文學和國策文學 它是一個必要的發展的一個途徑 各位知道1941年的珍珠港事變的同時 發生了太平洋戰爭 他們是同時往端拿亞去侵略 所以包括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 全部被他們站起來 那在文學的這一塊 1942年組織的一個日本文學國會 這樣一個組織 二戰當中有名的標語 各位看一下 稅沃くがてきだ 這樣的一個訴求 那還有一個是南京大屠殺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怎麼講 有爭議的 就是說中日之間為了這個事情 大家爭吵不休的 這些問題就會涉及到戰爭的歷史三橫 帶來中日關係一直沒有辦法去和諧 往和平這條路去走的一個原因 如果這個地方歷史的問題不解 解不開的話 我認為中日關係要往和平友好的方向去走 路途還相當遙遠 戰敗之後我們再看看 現在進到第十四章了 那佔領政策跟新憲法的問題 戰後的改革 戰後的文學 那麼還有媒體的問題 我們也讓各位看一下 佔領政策跟新憲法 日本戰敗 我經常在講 我現在在回憶一個事實給各位知道 這個滿重要的 回憶那兩顆原子彈落在日本的時間 1945年8月6號應該是廣島吧 老師我沒有記錯 三天以後8月9號落在長崎 第二顆原子彈 當時的死傷人數沒有人有辦法估計 可是招了天皇 你是一位天皇 即便是所有的戰爭的最重要的政策 全部掌握在軍方 你是唯一的責任者 你必須負起責任 所以他要不要投降 應該在想這個問題 8月6號一顆 8月9號一顆 如果我是招了天皇的話 我很擔心8月12號第三顆 不知道投到哪裡去 會不會你按照那個時間點來算 當然會啊 6號一顆 9號一顆 再來不是12號嗎 好 他等到15號才宣布投降 他睡得著嗎 應該睡不著 如果我是天皇 我是一個愛民愛直的天皇的話 我睡不著 好 那為什麼斗膽的敢等到15號 為什麼 應該是9號那一顆下去 就馬上就是接受聯軍的要求 說我現在馬上投降 你不要再投了 你也不要再傷害我們日本人 我一切承擔啊等等 正常應該是這樣 等到15號 從9號到15號有6天的時間 他在做什麼 招爾天皇在問一個問題 日本在做什麼 天皇制有沒有給我保留 就是說有沒有保留天皇制 麥克阿瑟告訴他 你已經沒有條件可以跟我開了 只有一個無條件宣布投降 你不可以再給我開條件了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你保留天皇制 我馬上投降 這個大概是交涉了5、6天這個時間 到最後還是沒有答案 但是他不敢再等下去 宣布投降 宣布投降的時候 聯軍應該也沒有承諾他說 天皇制可以保留 可是天皇制有多重要 從古代一直講過來 從古世紀日本書記 這樣對神的一個信仰到 明治時期的所謂國家神道 這樣子一個對神 把天皇神格化的整個過程看起來 天皇制的存在對日本這個民主 是絕對絕對重要的 當然麥克阿瑟他們後來 因為在處理戰後接收 佔領政策的過程裡面 因為在日本待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慢慢去了解日本這個民主這個社會 所以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時候 各位你們知道當時美國有一個背景 是什麼 要改選總統 改選總統的時候 不管是在日方這裡有消息傳出來 還是在美國是民族主義高漲的時候 日本既然是無條件投降 有一派的人是說 那日本這個國家就讓他消失吧 他已經害了世界這麼慘了 不應該讓他再存在 這是一派 那另外就是說只要把民族主義吵起來的時候 誰去選總統大部分是會選得上 這個民族主義把他炒作起來 去選舉的事情到今天2014年還繼續發生 王后也不會淡化 不是嗎 那個時候誰要選 大家就瘋聲說 麥克阿瑟要選總統 那麥克阿瑟如果要選總統 其實他做一個處理 對他選總統是最有利 就是順著美國國內的民族主義的高漲說 好 我們就把日本這個國家滅了 那當時的美國應該是拍手的人 三個有兩個吧 比例會很高 所以他應該會當選 如果他要選總統的話 可是最後麥克阿瑟的一個決定是NO 是NO 那當然這裡面有麥克阿瑟本身跟這個杜魯門總統之間的 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然後有韓戰的問題 最後麥克阿瑟將軍在韓戰的時候是突然被解職掉回去了 那麼有這麼一段的這個過程 所以我覺得麥克阿瑟還是有他的一個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如果他要成勝追擊 真的當時他為了選總統把日本毀掉 也許就沒有今天的日本 也許那個時候他就當了總統 那歷史可能就是改寫了 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子做 所以麥克阿瑟當然是聯合國軍隊的一個總指揮 在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採取佔領政策 但是佔領政策並不是要把日本毀掉 實施確保人權的五大改革 然後婦女參政權 學校教育自由化等等 促進勞工工會廢除 造成民眾生活恐慌的制度 經濟自由化等等 這是最後聯軍的一個決策 決策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不要把日本這個國家廢掉 但是要把他扶植起來 當然這背後的陰影一直由美國在主導 一直到今天 這是無庸爭論的 事實上也是如此 那1964年的時候 頒布了一個新的憲法 那這個就是麥克阿瑟我想各位知道 他的最典型的一個image 就是抽一個煙斗有沒有 那個煙斗很特殊 能長得很帥 很魁梧的 美國著名的五星上將 那麼這個穩定戰後的日本 然後最後把天皇制給保留下來 其實他對日本來講應該是一個 我認為是恩人 戰後的一個改革 教育的改革 宗教自由化 文化財的一個保護 還有回歸到天皇的一個象徵 跟他的地位 招的天皇本名育人 日本國家的一個象徵 那麼經歷過第二次中日戰爭 二次大戰 是歷代天皇在位最久 地球上在位時間第二場的元首 那各位看一下 他頒布了一個有名的人間宣言 戰後的文學恢復了言論的自由 跟出版的自由 原來有的作家他們開始 以自由的這種氣氛跟態度恢復了寫作 這是新的文學派系 像這個新戲作派有這個太宅志等 戰後派的有三代有游季乎 中間小說石板陽赤郎等等 這些人就不斷地出現了 我本身不做這個日本文學的研究 但是之前我看到一個現象還蠻好玩的 沒有真正的去調查 不過感覺到東北地區 日本東北地區出現的文學家比例相當高 比例相當高 然後我又看到一篇文章寫著說 這個跟日本人喝酒有關 喝酒文化有關 因為東北 各位知道很冷 早期的日本從北阿爾布斯 就是把他劃分成烏拉日本跟烏拉日本 現在他們不這樣講 他們的建築也是不同 從文化的整個結構來講 語言的方式也不一樣 文學的表現方法也是不一樣 就是說在冷的地方的文學家 為什麼人數的比例會偏高 是不是有一個原因 而這個原因就是跟喝酒有關 跟地緣有關 這樣子 提供各位參考 把他研究出來其實也蠻好玩的 那還有就是說 將來各位如果是要做日本文學的研究 可能要跳脫一個 我們講研究有一個問題意識 早期的日本文學的研究都會被人家問說 那你是研究作家還是作品 好 那如果是作家 那哪一位呢 是川南康成呢 還是太宅志呢 會被這樣問 如果你是作品 是學國呢 是什麼呢 這樣子 那麼針對一個作家的整個背景 或者是他寫出來的作品的內容 去做日本文學的這個研究 傳統的日本研究的方法大概是這樣子 現在不太流行 因為這樣不能看整個局面 也就是說可能你要再把時間的問題 空間的問題投入進去 在同時代的日本有什麼樣子的文學的學派 有哪一些作家是同樣在這個學派裡面 出現了哪一些作品 甚至於把兩個作家拿來對比 把三個作品拿來對比 不斷地出現這一方面的一個 比較文學或者是比較文化的研究 那麼視野就拉得比較廣一點 是從這個一個國家跳出來 比如說從東亞的視野來看 從歐美來看日本的文學等等 這些研究因為所謂的全球化以後 現在做的研究比較複雜 比較研究也比較 好像是慢慢成為一個主流這樣子 三島遊記服我想各位不陌生了 他有很多身分 包括小說家、劇本作家、編劇導演、電影製作人、記者 他最主要的是民族主義者 他有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的色彩 那他的作品當然也很多了 像《金閣寺》、《幽果》等等 那晚年帶有極端的政治目的 那他最後把自己的生命結束 是用一個非常激烈的手段 《雪不愚》 《雪不愚》 那這個《雪不愚》其實是很痛的 不是說你這樣畫一刀就好 他不是 他是實質地畫上去回來 往下再往上拉 自己不是別人幫你做 自己你看看他是相當的有這個決心的 就是說他這樣的一種結束生命的一個方式 到底是好是壞 是包是貶 其實到現在還有人去論斷 《石板楊次昂》是介於純文學跟大眾文學之間的 一個中間小說家 被稱為百萬人作家 1966年獲得《吉吉卡》的一個賞 很多代表作品 我們再看1945年日本戰敗以後 廣播、媒體、報紙、雜誌、廣播、電視 是怎麼樣一個情形 《慶如》這個雜誌1924年創刊到1957年 長達30幾年 這個在戰前跟講堂社的這個招牌雜誌 是在日本算是非常有名的一個雜誌 因為他的發行量 還是用發行量來算 就突破了這個百萬的一個發行量 右邊這個雜誌叫《新青年》 也是發行了有30年之久 介紹日本的國內外的偵探小說 這個也獲得好評 《江戶川亂部》 它是一個推理小說的始祖 那麼在《新青年》裡面 他投入了很多他的作品 戰後他致力兒童文學跟推理小說的評論 也做了很多這個作品出來 最後他成為推理小說作家協會的 一個地帶的理事長 那這個就是NHK 1926年的時候開始有《財團法》 《日本財團法》就是NHK的一個簡稱 那這個NHK一直營運到現在 其實一直為人詬病說他沒有做得很好 算是國家的電視台 可是他在法源上又是很奇怪 就是說包括日本人也好 包括我們外國人去住到日本也好 NHK他都會到每一個家庭去收那個收視費 收視費 就是說你只要你有買電視 NHK的人就會可以去跟你收 你一個月要繳多少錢 像繳電會、講瓦斯會一樣 可是在法律上並沒有明文規定說 你必須要繳 你只要講一句話他就沒責了 就算你在家裡開有電視的聲音 然後你人出來門口 他說你家有沒有電視 你說我家沒有電視 門關起來 哪邊是他知道你家有電視 他拿你沒辦法 就是他不能夠強迫你交錢 這也很奇怪 所以有很多人不交 所以有很多NHK的收費員 他是有佣金的、有酬勞的 就是收一個他抽多少 你盡量去收 當收到的時候在你家門口 就會貼一個NHK的那個標示 表示說這一家可以收錢 下個月可以再來這樣子 我很納悶說 為什麼他不把他法文 就是法律化 就是說定為一定要繳 不繳不行 那這樣他們在權力義務上會比較清楚 到現在你可以不繳 因為有很多日本人我問了 他說一輩子從來沒有繳過 然後他說NHK的節目 沒有繳過他就要繳過他 沒有繳過他就要繳過他 讓我很驚訝 那大部分日本還是有繳啦 大部分你去收他還是乖乖的繳 因為事實上看NHK電台的其實還很多吧 對不對 只是說為什麼會造成這樣一個情形 我不太清楚 還有NHK的營運的委員 非常的 就是你要當任NHK這個日本貨幣的一個營運的委員 他的任命是很恐怖的 我說很恐怖是怎麼樣 提名以後要經過參眾兩院決議 然後據說是由天皇來頒布證書的 所以他的格是很高的 那個委員 那之前因為NHK有一些那個暴障的問題吧 就是有一些弊端 為人詬病 那時候他們有一陣子沉寂的很嚴重 就是去收錢 收不到錢 那收不到錢以後就是 如果政府不補助的話 他們要做好那個電視節目 其實就越來越困難 而在我們台灣也是一樣 我們台灣有公共電視 我現在調查一下 有看公共電視的舉手 比例很低嘛 我鼓勵各位看公共電視 公共電視的水平應該不差 應該不差 公共電視的製作大概就是政府在出錢 可是這個水平不差的公共電視 大家去看的比例還不高 反而是一些 怎麼講 其實水平不是很高的 那些連續劇很高 那在拿預算的時候 比如說公共電視台的負責人 去立法院要提預算的時候 立法委員會這麼說 當然我不講那個名字 那立法委員是非常沒有水平的 現在讓他卸任說你要拿我預算可以 你保證 你保證我這一筆錢給你呢 你一定可以把收視率提升到百分之多少 我馬上就給你 你覺得這句話對嗎 但大家現在還是在搶收視率 因為那個跟廣告的收入有關係 這是很奇怪的事 好 我們看到這個國民歌手 這個美工雲竊 她是非常有名的國民偶像 日本第一位獲得首相 授予國民榮譽賞的一個女性 後來她下架給一位非常有名的電影明星 也是歌手叫小林旭 可不可以知道 後面要寫阿騎 小林旭最近還經常出來唱歌 這個美工雲竊已經走了 已經走了 小林旭到現在已經快75歲了吧 還出來唱歌 還出來打廣告 那她唱了很多 有關於那個就是什麼演歌之類的 算是一個真的是國民性的一個歌手 戰後的三樣生活必須品 就這個我剛剛已經提過了 我們就不講了 好 大概這個部分就是第14章 是在這次作詞歌唱吧 是在這次作曲的小林旭 在那次的 Polizei 我們要介紹這些歌手 成功的那個歌手